明天的小组会议不要忘记了 恭喜啊 我记得前两天还有人和我说过 要把出差当休假 如果你能尽快完成两年内 垄断链与卫视影视制作的目标 也能去迪拜出差 所以我说的是 如果 还在外面运筹 还好 你还是管好自己吧 那边环境怎么样 既然那么糟糕 你等一下 我让卫谦帮你们换一家酒店 市中心就有一家五星级的 住那里吧 经费你不用担心 安心住下吧 没有 没有可是 你出差回来就有一个华瑞的酒会 我不想看到一个冰泱泱的人担任负责任 不用客气 你可以睡觉了 游泱泱可以 但别去深水去玩 是吗 但愿你不会把一池子的水喝光 别闹 开玩笑的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 知道答案的话 没有说的必要 已经过了两分钟了 还有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可怕吗 毒蛇 自作多情 你听错了 没有死不承认 肯定是你听错了 赶紧收拾行李吧 通知节目组的那些人 一会儿就要搬走了 走后门 算是吧 给你一个占资本家便宜的机会 录制完节目后 赶紧回来 我会让魏千来接你 知道了吗 挂了 你赶紧回来